羅琳平腦殘人士 自私無得救 羅琳昨天出席 復康力量的宣傳活動 突然有感而發 我覺得雙殘人士 其實有些是天生的 有些可能有意外 我們不應該提示他們 應該是幫助他們融入這個社會 我覺得雙殘人士 怎樣都好過腦殘 不懂得思考 沒腦的人 那些人真的無得救 自私那些人 羅琳還說 如果有機會 自己的公司 一定會聘請一些雙殘人士做員工 因為他們雖然身體有殘缺 但做事都會被很多普通人士專注 究竟他想說些甚麼 而我覺得這一代年青人 其實我自己兒子我都看到 這一代甚至乎是我的兒子 他們會對家庭觀念很淡 而且會自私一點 沒有我們想代那些人 那麼靠近 那麼為人著想 連自己兒子都批評了一番 看來羅琳真的抑壓了很久 這麼佔中的問題 不知道他又怎樣看這群年輕人呢 那麼現在香港如果內傷的話 那麼將來這個社會都是他們的 那麼他們需要花費更大的力量 就是將這個社會建設更加完整 我經常覺得香港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是一個福定 經濟現在本身都挺穩定的 不要搞到它動盪 還有聽到現在有些移民潮 那麼我更加就在香港擔心 那也是 好久不見了